为什么儿童初学者入门更推荐电钢琴 在音乐教育的世界里 选择合适的乐器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许多家长和音乐教师来说 电钢琴成为了儿童初学者的首选 那么为什么电钢琴如此受欢迎呢 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帮助您更好地理解电钢琴的优势 一 音质与音量的可控性 音质的多样性 电钢琴拥有多种音色 可以模拟不同类型的钢琴音质 从传统的三角钢琴到现代的电子音色 这种多样性不仅能激发孩子的兴趣 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不同的音乐风格 音量的调节 对于初学者来说 音量的控制非常重要 电钢琴可以通过耳机输出 避免打扰家人和邻居 同时 音量的调节功能也能保护孩子的听力 避免长时间练习带来的听力损伤 二 便携性与空间利用 轻便一些 与传统钢琴相比 电钢琴更加轻便 易于搬越 这对于经常需要移动或空间有限的家庭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孩子可以在家中的任何地方练习 不受空间限制 节省空间 电钢琴通常比传统钢琴占用的空间更小 这对于小户型家庭尤为重要 即使在狭小的房间里 也能为孩子提供一个舒适的练习环境 三 功能的多样性 内置教学功能 许多电钢琴内置了教学功能 如节拍器 录音功能和示范曲目 这些功能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掌握节奏 音准和演奏技巧 提升学习效率 连接智能设备 现代电钢琴可以连接智能设备 如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使用各种音乐教学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互动功能 使学习过程更加有趣和高效 四 经济实惠 价格优势 与传统钢琴相比 电钢琴的价格通常更为亲民 对于刚开始学习的孩子来说 家长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金 就能为他们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习工具 维护成本低 电钢琴不需要像传统钢琴那样定期调音 维护成本较低 这不仅节省了费用 还减少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五 培养兴趣与坚持 激发兴趣 电钢琴的多样功能和音色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使他们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练习 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尝试 孩子可以发现音乐的乐趣 培养对音乐的热爱 增强自信 通过电钢琴的学习 孩子可以逐步掌握演奏技巧 增强自信心 每一次的进步和成就感都会激励他们继续努力 形成良性循环 六 总结 综上所述 电钢琴作为儿童初学者的入门乐器 具有音质多样 音量可控 便携节省空间 功能多样 经济实惠等诸多优势 这些特点不仅能帮助孩子更好地学习音乐 还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热情 培养他们的音乐素养和自信心 因此 电钢琴无疑是儿童初学者的理想选择 λι스러道 节省 感谢观看